一大群人手持步槍穿着红连身套装 开心在游乐园前合影 而他们装扮的正是当红韩剧《鱿鱼游戏》中的红兵 随着鱿鱼游戏风靡全球 不少人都想体验当剧中人物 现在就有网友在社群媒体上分享 自己和大学同学参加游乐园的晚神节活动 只要配合变装就能享受门票优惠 而他也笑说其实他们是鱿鱼游戏的低配版本 衣服、枪、腰带和黑手套都是在淘宝和虾皮买的 全部加起来只花费新台币375元 但走在乐园里吸引路人争相合照 而鱿鱼游戏人气直线飙升 不仅在游乐园里看得见 就连博物馆也有人偶装置艺术 这座高度4.5公尺的战板人偶装置艺术 位在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的沙坑区 因为造型特殊受到游客喜爱 而近期更是因为鱿鱼游戏爆红 游客也将这座地景当作是123木头人的巨型女娃 游客抢着和木偶合影 酷手剧中桥段意外制造效果 也再次证明鱿鱼游戏的超高人气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